大家好,我是郭海听涛 今天是4月25号 在前几天一直在发生着 就说各个国家买的那个口罩 不合格 要求退货,要求中共退货 一直在发生这些事情 说还有一个 一个地区一个人 竟然还要从中国买口罩 而且呢 他还不从正规的 医疗生产器材厂家买 他从一个 汽车工厂去买 你觉得这人脑袋 被驴踢了,被门挤了 反正不管怎么着 他脑袋全是酱火估计 那这人是美国 加州州长叫纽森 比亚迪啊 在中国是一个很有名的汽车 非常有名 一说过去 小比亚迪 看着那小 就是很不咋地一车 低档车 你要是说奔驰王马 奔驰 哎,这比亚迪啊 一会儿这疫情一起来 比亚迪转了 他改成生产口罩了 好像一天五百万个 那这一个月可喊了去了 这加州州长纽森 从他那买口罩 假如说跟他换位思考一下 讲个笑话 说俩人见面 哎,老王 这两天司机干什么呀 哎,我不干司机了 我去当医生去了 你当过医生吗 你经过那培训吗 你经过那专业知识的学习吗 你怎么去给人 去看病啊 医生 你怎么干啊 就算护理 你怎么给人护理 都需要经过一项培训的呀 你什么都没弄过 你咋弄了 我就会开车 结果你让我到这 突然间给我转成这个 口罩生产 我那原来那个汽车工厂 他那全是钢铁 棒棒棒棒撞 你这好没事 他他他改成布料了 你那质检员经过培训吗 你机器操作工人 培训有时间吗 什么都没有 机器买过来之后 咔咔一招工上岗 你生出来那个口罩 能合格吗 你那进货 那个能是正规 那个医疗厂家的进货 那个那些单位吗 那都不一定 那你那个 咱看一下这视频 咱别光听我这说 4月上旬 加州州长纽森突然宣布 将向中国电动汽车公司 比亚迪支付近10亿美元 来换取每个月1.5亿只N95口罩 和5000万只医用手术口罩 并且已经支付了 比亚迪4.95亿美元的定金 该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了加州议会的质疑 原来加州议会在3月中旬 曾经通过临时法案 给予州长最多10亿美元的预算 来支付防治疫情的相关费用 但必须将账目明细提交议会 及违约的后果等 事实上比亚迪在疫情爆发后不久 就马上宣布将大量生产口罩等医疗物资 目前可每天生产500万片口罩 然而中国生产的口罩质量却屡遭诟病 截止4月份 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将从中国购买的数百万片口罩都已退回 原因就是质量不合格 我看这个机器操作工人啊 他们自己戴的口罩都不是严丝合分 就都 就是说都可能不达标 他怎么能保证他做出来的手套就达标呢 但是我看的了 我看的可能不是专业人员 我只是一个门外汉 看着玩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些东西啊 他不是说像一个跟爆脚子似的 你嘎巴嘎巴一捏捏出来吃个东西往锅里扔棒一煮 煮完它不管是馄饨还是饺子 或者是变汤 能吃下去 他不是某一事啊 是吧 你这往脸上拍贴 漏风 能成吗 那个不成 那咋办 你买了这个 关键你说啊 人家找你这个州长 加州州长 纽森 你把那合同给我看看 你这怎么谈的合同啊 不给 不给你看 平常给你看啊 我签的朋友 平常给你看啊 不告诉你 你这 你能保证 你没收那个 黑衣钱 我不信 我不信 我真不信 没法信你的 你这个 有本事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坦诚的亮出来 怎么签的合同 一步一步走 你把你的银行账户 所有的 全都亮出来 让人相信一下 你这 跟那个 跟那 谭德赛似的 这咋信你 谭德赛是 人黑 心也黑 你呢 你可能是白人吧 白人 你不能心黑 心黑了 就好办 这事 你说这个 关键是 你再得拒绝 合同的 提供 合同的详情 这就不对劲了 是吧 尤森 别这样 不好 你让美国人怎么相信你啊 下一期不想干了吧 对不对 给你拿下 我跟你说 还有这个 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WHO 谭德赛 谭德赛 有一个 以前说有一个那个 谭科他 他这不叫谭科 就是下台了 干的不好 说有多少人 当时有几十万人 现在已经超百万了 那超了百万人数 网上签署 台湾特赛 下台 回家 就这么一会儿 然后那个 发起来 一看一百万了 他把这个 档次给调高了一点 还有人签呢 肯定还有人签啊 你一百万 你不写了 怎么办 那是不上 他就调成一百五十万了 还得超 我估计 中国有句 古话 就是 七品正门官 里边的古话 说这个 单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 卖红薯 谭特赛 回家刨红薯去吧 黑人 刨土豆去吧 就是这意思 你反正你这个 你还能干啥 你说你还能干啥 一百万人 让你下台 有点脸的 就回家了 真的 黑人吗 他咱看不出来 他不是说 不是七十黑人 我故意看这十年 没黑人看 没准 你碰中文了 你能懂中国 你看两眼也行 我不是说你黑人不好 我说他心黑不好 你们黑人心好就行 我支持你们 我支持你们 你们身材挺好 你看你们那个体育健将 基本上黑人一旁 他打了一口快 话题设远了 说说谭特赛 谭特赛 你不是拿中国的黑钱吗 是吧 听我们中国古话 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 卖土豆 回家吧 今天就到这里 祝大家平安快乐 再见